我想请你帮忙查出这个人的下落 这不是周先生吗 他前几天一直在我家住着呀 我听说了 这个人跟令尊大人关系不一般呢 可是这几天我也没见着他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但是在我看来 这位周先生应该还在上海 只是躲藏起来了 我估计到最后 他还是会去找令尊大人哪 所以我想请陆公子帮忙查出他的下落 没问题 王先生既然开口了 我一定会帮忙 只要一有周先生的下落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情况就是这样 周洪文已经识破了 我假冒我父亲明义的事情 以后再也不想见我了 照我说呀 这老夫子的性格就是太倔了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帮他 浩然 是不是你无意当中说错了什么 他也察觉出了你的破绽 应该不会呀 我之前准备得很充分哪 阁下 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什么收获 即十六号 上次接的那个货船的武品当中 除了黑帮的烟图以外 还发现了几箱 五丸 紫花和高档衣服 查清楚是谁的东西没有 已经查清楚了 是重庆政府中统情报处处长 徐云增的私人物品 原来是徐云增的东西 他可是跟我们在上海 打过很多次交道啊 其实留好询问 我们对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 要好好地利用 徐云增的货物再值钱 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说 也是九牛一毛 我们是瞧不上的 一定要将这批货物超所值 请阁下民事 前一段时间 皇军苏北地区实行了 清香扫荡收获不大 主要原因是苏北新四军 实行了兼笔青野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加上情报非常地不准确 皇军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 阁下的意思 是想利用这批货 和他们交换情报 是的 可靠消息 那批货 是被日本宪兵大队劫走的 被日本人劫走了 要是这批货 只是被日本人劫了 那可就麻烦了 我已经替你们打听过了 日本人对徐处长的私人物品 不感兴趣 完全可以归换你 只是现在没有免费的午餐哪 徐处长那边得有表示啊 他们想要什么 日本人想要中央调查局 目前掌握的所有苏北新四军的情报 这怎么可能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这么做就是出卖友军 老毛 我看你还是不要把话说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真做不了主 我劝你回去问问你们的徐处长 看看他什么意见吧 你想想啊 要不是张学良杨虎成在西安来了个兵舰 怎么的蒋委员长能那么痛快地就答应抗日吗 现在日本人要的是苏北新四军的情报 又不是重庆政府的情报 徐处长如果把情报给了日本人 第一可以要回自己的私人物品 二是可以借助日本人的手除掉苏北的新四军 他这可是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啊 老毛 咱们只是作为中坚人 这一点你得跟我学 只管传话 不管谈价 安妮姐 谢啊 安妮姐 你和陆昊然 咱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哦 我们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哦 哦 那 你们订婚 是西式的 还是中式的呀 哦 我们是在 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教堂订婚的 那就是西式的喽 哦 哦 是不是特别浪漫 要向神父发誓的那种啊 哦 不是 你说的那是结婚的 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 几个朋友在一起签证一下 哦 哦 啊 安妮姐 那陆昊然 对你肯定 特别好 特别细心吧 哦 是 是挺好的 不过 施瑶 我先看一下病例 这些私事你能不能 哦 行 嗯 不好意思 那你看 打扰了 哦 好 上次我去那家店 做的那条裙子可漂亮了 是吗 下次啊 你也去看看 好啊好啊 他们的手艺可棒了 一定带我去啊 吃啊 哎 哎 哎 再见 来 来一张 行了 今天什么风 把你给吹来了 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什么事啊 当然是好事了 走吧 哎哎哎 你还没告诉我有什么事呢 你不说清楚 我才不上车呢 我能骗你吗 赶紧上车吧 哎呀 走吧 安妮啊 周末 我要去公墓 拜计我一个朋友 哦 需要我陪你去吗 可以吗 当然了 我知道我这个请求太唐突了 可是 我觉得我跟你特别投缘 施瑶呢 周末要留在医院里 我那个朋友啊 生前特别喜欢热闹 所以我才想到 请你陪我去 如果你不愿意 也没关系 没有没有 我当然愿意 我周末一定陪你去 谁要大小姐 一定要慢一点啊 浩天 你搞什么鬼啊 你还把眼睛蒙着 你快让我看看 你让我看什么呀 一二三 你怎么拍了那么多照片啊 怎么样 我说过我会给你拍很多照片的 这照片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这些照片呢 都是咱们两家人在一起玩的时候我拍的 还有一些呢 是我每次找你的时候偷偷拍的 嗯 嗯 湿瑶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能接受我吗 浩天 你别这样 你这样子很让我为难的 你是想说你跟我哥 还有婚约对吗 这根本就是陆沈两家大人 犯下的最大错误 你注定要嫁入陆家 但不是我哥 而是我 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浩天 你别说了 不管怎么样 我和浩然的婚约依然存在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怎么没办法改变 世耀 我们可以去找沈伯母 去找我的父亲 让他们改变婚约 让你不要嫁给浩然 而嫁给我 拿着 许ayed 合田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你得让我考虑考虑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欢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喜欢 你放心 我去找沈伯伯 当我打开盒子的一刹那 我相信是上帝听到一个孤独人 虔诚的祈祷 让天使赐予我珍贵的礼物 这一刻的幸福感 我至今依然记得 阿姨 浩然 生日快乐 对 谢谢 你真太好了 我知道你喜欢捡奥斯汀 所以我满上海的去找这本书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你知道吗 我今天都忘了手的生日 但是你却还记得 我真的 我真的很感动 阿姨 这是你来中国 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喜欢 只要你能够开开心心地 过这个生日就好 好 对了 上次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都过去了 我一直对不好的事情 有见望重 你这样想就好了 不过现在局势非常复杂 当务之急 是要赶紧找到具款的密码 只有找到密码才行 是 我也知道 那么久了 我还是没有不意 我出去留给我的秘密 算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们就不想那么多了 安妮 许个愿吧 好 好了 好了 这么快就许好了 想知道吗 还是不知道吧 这是你自己的愿望 你自己留着好了 对啊 神伯母今天约我周末 去祭拜他的一位朋友 他有没有说是什么人 他没说 只是说那位朋友喜欢热闹 他一人去可能太冷静 是要也没时间陪陪他 所以他去找我了 沈伯母这么做 是什么目的呢 应该没什么目的 可能他那位朋友真的 喜欢多一点人去看看他 就在前面 维克多亚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我都来不及跟你告别 你就走了 我知道 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要完成 托梦给我吧 我来帮你完成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热闹 记得吧 去年我们大伙给你过生日 足足来了五十个人 到沙底洋行给你庆祝 可是你倒好 还嫌人少 竟然到大街上 拉了好些个乞丐来为你庆祝 我知道 其实你是希望现场的富商 能够多捐些钱 来帮助这些穷困的老百姓 你这个英国佬啊 你对待中国人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谢你了 你放心 现在慈善总会的工作 一切都很顺利 陆先生的儿子和他的未婚妻 也来到了慈善总会和慈禁医院帮忙 多亏了他们 让我省了不少心 你不是喜欢热闹吗 我今天没有一个人来 我把陆先生 未来的儿媳妇给你带来了 他也是个英国人 跟你是老乡 我让他来看看你 让你在中国 这个遥远的地方 不感到寂寞 也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我怎么说着说着 就哭了呢 年纪大了 就喜欢掉眼泪了 安妮 你怎么也哭了 你认识维克多先生吗 没有 不认识 我听沈夫人说的 让我感动得要哭 我相信维克多先生是个好人 好人能上天堂 是啊 他是个好人 是我一生中认识的最好的 最友善的外国人 你们认识了多少年 你们认识了多少年 十几年了 也许几十年了 也许几十年了 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认识他的时候 石瑶还不会叫妈妈呢 石瑶还不会叫妈妈呢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请进 阿妮 阿妮 来来来 坐 阿妮 今天去墓地 你击败谁了 我就击败我舅舅了 你说什么 击败你舅舅 本来我也不知道 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舅舅的遗体 也是沈伯母自己 通过关系秘密暗藏的 别人都不知道的 那你怎么知道的 沈伯母自己说的 他在舅舅的墓前还哭了 我也哭了 而且我听他说 看起来他跟我舅舅关系十分熟悉 我舅舅喜欢热闹 也喜欢帮助穷人 他都知道 你舅舅是上海有名的慈善家 而且沈伯母是上海慈善总会的会长 他们两个关系密切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今天差一点在沈伯母面前 承认我是维克多的外甥女了 那你说了没有 话到嘴边也忍住了没说 那沈夫人察觉到了什么没有 应该没有 他一直为了我救救山心 应该没有注意到我 安妮 你要记住 我们的任务过于凶险 不要透露给任何人 嗯 妈 浩天来了 来 坐坐坐 沈伯母 你 快起来 快起来 跪着干什么呀 别站在那儿赶快来扶我 快起来吧 有话站着说 这男儿膝下有黄金哪 沈伯母 有件事情 我希望您能成全 什么事 说吧 我希望沈伯母 能够修改路神两家的婚约 你说什么 沈伯母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世瑶 世瑶她也喜欢我 我 我没有 沈伯母 我哥陆浩然呢 跟安妮已经订婚了 世瑶于情于理 都不应该嫁给我哥 既然路神两家的婚约 不能取消 我还是希望沈伯母 能够把世瑶嫁给我 这样既成全了两对新人 又不损害路神两家的面子 你的意见呢 我 我不知道 一切听妈妈的 这事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看 浩天说得也在理 说实在的 强扭得瓜不甜 浩然虽然好 可是 她身在曹营 心在汉 这桩婚姻 终究是不会幸福的 我们做长辈的 不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吗 弄不好 反而成了罪人 你看是吧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这修改婚约 传出去真是不大好啊 爸 反正都是路神两家联姻 嫁谁不都一样吗 插嘴 是 容轩啊 我看这个倒挺可行的 既保存了路神两家的面子 又成全了两对年轻人 要是现在 你坚持要浩然和施瑶成婚的话 就现在这个情况 这家庭关系 还真的不好相处了 你不是说过吗 家庭的和睦和团结 是最最重要的 这倒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 你看 连沈夫人都主动提出来了 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沈夫人 这件事情到了这种时候 我有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了 您看 我看哪 这样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做长辈的 可别成了他们年轻人 追求幸福的障碍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这个事情咱们就这么定了 那 谢谢沈伯伯 谢谢父亲 谢谢秦怡 你以后要好好地带施瑶 我保证 肯定没问题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 那 浩然的这块玉佩 我就物归原主了 周洪文的下落 追查得怎么样了 我们还在追查中 但是 目前还没有他的消息 不用找了 周洪文在慈济医院养病 他生病了 突发心脏病 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你让上山君待人 把他请过来吧 记账 不要太过嚣张 慈济医院沈医院长 是个很难缠的角色 他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和参谋本部的高层 都有关系 告诉上山君 对他不要太正面冲突 是 阁下 天若生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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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 您请 给我一层一层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搜 停下 你们这是干什么 让开 为什么 陆医生 现在上山 带着日本监兵还有巡部队员 往这里赶来了 千万注意安全 好 我知道了 小董 上次跟你们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都记住了 周先生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您必须立刻转移 如果你在阻拦大日本皇军的搜查 我就踏着你的尸体走过去 日本人 日本人认识周先生 现在转移也晚了 那现在可怎么办 这样 我在这儿可以抵挡一阵子 不过按照他的脾气 他还是会搜查的 安妮 你赶快带着周先生 到实验室去躲一躲 嗯 好的 你们有搜捕令吗 有 走 大家都不要慌 沉住气 好 好 为了我们医院病人的安危 我请求跟你们一块儿检查 可以啊 小队长 是 你去那边 是 走 走 这里是刚进来的重症病人 沈夫人 你放心 我只是随便看看 你的伤是怎么来的 太军 我们几个跟人打架 被人用刀子给划了 把绷带打开 让我看一下 上山先生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再做这种野蛮的搜查了吗 沈夫人 你误会了 我只想看看她的伤势严峻不严峻 如果严峻的话 我们日本司令部有很好的军医 可以替她治疗 这个就不用麻烦上山先生了 是 罗医生 你好 上山先生 你好 好久不见 您的蓝胃炎 还有犯过吗 罗医生 描手回春 救了我的命 在下的病 已经完全好了 罗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日本 救过上山先生的命 那个时候 我还只是一个实习医生 当初关东大地震 医院里的医生 都去救治重伤员了 偏偏在那个时候 上山先生 得了急性丸未言 是的 要不是罗医生 我早就已经死了 你想想 如果当年 我在救你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搜查 你现在还会有命吗 罗医生说得是 是 只不过今天 在下是奉上海司令部的命令搜查 职责所在 影响了罗医生 十分抱歉 在下以后 会以个人名义 请自向罗医生道歉 那你的意思是 今天非搜不可了 报告 我们搜查了实验室 有一个外国医生 都让我们搜查 外国医生 把门打开 好 这里是西居实验室 没有院站的允许 谁也不能开 开门 不 不要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恰巧路过这里 没想到碰到他们 要检查这里 开 把门打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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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先生 要进这个房间 必须穿防护服 为什么 这里面存放着 黑死病病毒 黑死病 是的 四零年十月 属于在上海附近的 宁波流行过 感染了二十多万人 我怎么没听说过 上山先生 原先的公共卫生 预警系统遭到破坏 新的系统还没有建立 所以 没有办法 按照规定的程序报告 上山先生 我想 关于黑死病病毒 细菌传染的原因 你比我们更加清楚吧 你是什么人 忘了做自我介绍了 我是上海慈善总会的律师 正代表上海慈善总会 跟您说话 八个 你敢用这种狗 去跟大日本皇军说话 浩然 浩然 川先生 浩然不要 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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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呢 不知道 我刚才让他躲在这里 被人家传了 便宜 下山 不知 那不知 就把父母说了 那这就是 他说的 什么 我 你不知 你怎么说 他说了 你不知 准确一些 要不然让我们医院 也跟着你们一起遭殃 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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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地方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是不是消息不准呢 不可能 我们的消息很准确 他们一定把人藏起来了 可是我们每个地方都找了 没 你带人守着所有的出口 这次搜查以后 他们一定会担心周洪文的安全 肯定会想办法带他离开 你给我盯住了 太郡 您就放心吧 只要他从这里出去 我肯定把他抓住 沈夫人 这儿 是 抽队 这下要看紧点 是 赵先生慢走 来来来 让开 你这么着急 想上哪儿去啊 带走 是 走吧你 你们 走 走 走 来 阿姨 你 拿来 来 走 我 浩然 浩然 我们已经查遍了 医院所有的地方 可是还是没有发现 周先生的踪影 这个周老父子啊 性格倦 智商还高 如果他想跑了的话 你们谁也找不到 我听医院杂姨说了 发现萧桀子 带着两个巡捕 在医院后门晃悠 那你的意思是说 萧桀子把周洪文 给抓走了 不排出这种可能 现在我得通知安博 让他帮着调查一下 看是不是萧桀子 逮捕了周洪文 进了巡捕房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平白无故地 抓我干什么 没看清吗 薰不防的 真是踏炮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周先生 咱们可是神交已久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姓周 我姓李 你他娘别跟我这言戏了 你周洪文周先生的大名 我是如雷贯耳啊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你 你这财神爷 我怎么会认错呢 买的 你把我交给日本人 看看 我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你当我傻子啊 现在把你送到日本人哪 我撑死了也就得到个口头标样 这么不容易 才把你这财神爷抓到手 我可不能让我这段精力白费了 太军 我跟弟兄们守了半天 除了看兵的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进出 怎么可得这样 我们消息的来源很可靠 也许那姓朱的 在您老去之前 刚巧就跑了呢 哪个 约然在跑了 好 那个姓朱的自己有兵 估计跑不远 肯定还在住街 我有一个办法 能把他找出来 你有什么办法 只要太军放出消息 说谁能找到姓朱的 红军必有重赏 重赏之下必有佣妇啊 那姓朱的就算钻到地底下 也能给找出来 太军 只要有重赏 就会有人来报告消息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数小子斗胆 太军 您最好能写明 奖赏的金额 表明成衣 要不然 中国人不太会相信皇军 好吧 拿这两根金条 少了点吧 五根 多一根找到杏州的 时间就会快一些呀 好吧 这五根 这件事情 没去办理 办好了 皇军对你有重赏 道歉 太军 我这就去办 马上 安博来了 安博了 安博了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周虹文 被萧学子抓起来了 听说 关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 还没有交给显民队 消息准确吗 绝对准确 我是从萧学子的一个 手下嘴里打听出来的 他绝对不敢骗我 那好 我现在就带中统行动队 救他去 不行 萧学子 是想从周虹文身上 发一笔大财 所以才暂时把他关起来 他在他家周围 都布满了他的亲信 一旦打起来 日本人很快就能发现 说不定周虹文救不来 我们自己倒搭进去了 萧学子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 只要有挣钱的机会 他是个六亲不认的人 六亲不认不怕 只要有他认的就行 BBC最新消息 BBC最新消息 住处在菲律宾的英军投降 来来来 进来吧 日本再拿下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走啊 又占定了菲律宾 陈叔叔 您好 浩然来了 爸 陈忠 你三天两头都不回家 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在料理生意啊 陈叔叔 是这样的 您别着急 陈仲啊 这两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商量着 做一笔大生意 对 是吗 是啊 来来 坐坐坐 坐 浩然 你先跟我父亲聊着 我上楼换件衣服 去吧 这小子 队长 咱们的赏钱 是不是有着呢 谢谢队长 有我出马 自然马到成功了 泰君已经答应悬赏了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 把人领过去领赏钱 对啊 对啊 你一脑门子屎啊 悬赏刚一出来 就把人领过去 上山还不马上就怀疑 是我设圈套 让他坐 对对对 队长说的对 放心 只要人在我们手上 这赏钱就是主叔的鸭子 飞不了 安部 浩然 陈仲 你们回来了 陈仲 你在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这算是 跟我爸借的 反正您就甭管那么多了 你现在 赶紧想办法把这个钱给萧瘸子 让他把周红文文给放出来 安部 那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 陈仲族 陈仲族虽为黑帮 但是他极其痛恨日本人 另外 萧瘸子还败过 陈仲族为师 他们的门声帖子 现在还在 陈仲族那儿的 还有这种事 所以啊 如果陈仲族出面 找他去要人 萧瘸子 就算他有十个胆 也不敢不放人 好 ヒ 欴